好 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名男子左右包围一名白衣男 除了对他拳打脚踢之外 甚至还拿出安全帽攻击对方 被害人整个人被打趴在地目击民众见状下的报警处理 先来听一下警方的稍早访问 事发就在10月31号凌晨12点多新北市板桥区 根据了解被害人和嫌犯都互相认识也是朋友关系 最近被害人在一年多前跟对方借了四万元却迟迟不肯还 双方约出来谈判却一言不合爆发冲突 虽然被害人事后不愿提告 但警方还是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将两名嫌犯移送证犯